欢迎收看回事焦点 再有数据显示美国物价升势放缓 2月份核心个人消费开支物价 按年和按月升幅都低过市场预期 但与联储局的2%通胀目标 还有一大段好距离 市场估计联储局5月份不加息的机会率 降到5成以下 石油输出国组织突然宣布致愿减产 消息刺激油价在亚洲市早断时升大约7% 美国形容油组的决定 是现今市况下最不明智的决定 高盛就调高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 先看看美国方面的消息 上星期公布了核心通胀数据 看见PCE方面 2月份按年可以有得升 升4.6% 至于按月升幅就收窄到0.3% 齐齐低过市场预期 是连续两个月扩大之后第一次回落 至于美国公布2月份PCE之后 市场就估计联储局5月份不加息的机会率 由五成一降到四成二 而加息四分一来的机会 就由四成八增加去到五成七 留意了 今个星期市场就会观望着 会公布三月份的就业数据 市场估计非农业职位 增幅是23.8万个 失业率就会维持3.6%不变 至于欧洲方面 看着欧元区三月份整体的通胀 显著放缓去到6.9% 主要受惠于能源价格下跌 不过见到核心通胀升温去到5.7% 创了纪录以来的新高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就表示 早前的加息正是开始发挥着作用 不过他就形容核心通胀仍然显著那么高 表明央行还有些工作要做 要确保通胀在中期可以回落 去到2%的目标水平 而且要重新近期金融市场的压力 不会干扰到央行压抑物价上升的努力 我们今天请来嘉宾陈建豪 Aaron和我们一起分析一下会市的市况 Hello Aaron Jasmine你好 你好 先谈谈美国吧 美国那边公布了一些经济数据 PCE 舒缓了市场对于高通胀的忧虑 不过见到市场突然之间 加上一些例如油组要减产 这些不确定的因素 你觉得之后 美国那方面的息口去向究竟是会继续加息 还是会就快加原息不再加呢 还有美元方面 今季有没有运行 我想首先现在刚刚进入了第二季 其实市场 我想还是没有一个共识在 我想刚才你讲的有两个问题 市场是想找个答案的 第一个就是息口见顶尾 第二个就是今年究竟会不会减息 息口见顶尾 我想其实对市场来讲相对变成一个比较刺耀一点的问题 因为大家始终觉得就算通胀可能是下了也好 或者是下得不够深的观点角度的问题也好 其实就算是说加息其实都是说加多一次起两次 你看利率期货市场基本上认定了 就是那个银行危机发生了之后 我想那个息口阶段上见顶的机会已经是很高的了 所以变成了加多一次其实或者不加也好 其实就对那个实际的作用其实就不是太大 但是我想刚才你提到一个利率期货 因为可能这两三天或者尤其是周末 就是刚刚今早新鲜汶热纳的油组的消息 可能大家就觉得继续会加息加多四分一次的机会 加多四分一厘的机会是比较高一点 但是我想你看那个利率期货的变化 基本上都是介乎50、50之间在上下波动 我想这一点正正反映着 其实市场无论是好友或者淡友也好 似乎都是没有什么共识 也都没有一个很确定的看法 其实都有些少是左摇右摆的 所以我想暂时来讲对利率期货 就不需要过分解读着 因为尤其是经历了过去两三个星期的银行危机 那段时间你见过利率期货 基本上可能每隔15分钟就会有一些变化在那儿 所以我想现在还是50、50之下 我想似乎大家继续观望一下 而市场也是等着一些新的消息 刚才你提到例如今个星期五的一些就业数据 或者甚至在下星期的一些通胀的数字 大家可能就会慢慢觉得 例如数据好的 那就是说又可以继续容许一些稍微高一点的一个息 我想这个机会率就偏向就是继续加多一次息的机会 比较大一点 因为你看我想暂时最新的 即3月份那次的点阵图 其实到年底 联储局似乎就认为 那个息口仍然会期在五厘楼上的机会比较高 言下之意就是说 起码就不会在四厘七厘就见顶 还有第二点就是对上个两个星期前的议色会 鲍威尔就暗示就说 息口似乎短期有机会见顶 但是我想就不会谋谋然在3月就 一说完很快会见顶 就突然之间叫了停 就是中间可能是经历了如果有一些突发事件 才会令到联储局在五月份就不加息 否则的话按正路来计 就是加多一次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来的 所以我想息口第一个问题就去到这里 就应该会加多一次 但是问题第二点就是 今年究竟会不会减息这一点呢 我想联储局暂时的立场就不想减息 但是市场似乎又觉得有机会提早一点去减息 讲着那个变化就是现在大部分的投资者 都觉得在七月或者九月份 其实有机会会开始减息 到年底可能跟联储局暂时的分歧比较大 这点刚才你说回应你第二个问题 就是美元第二季有没有运行呢 我想在第二季来说 美元仍在今年的波幅里面是一个整股的格局 今年的波幅暂时来说可能是100.8 美汇指数的高位就大概105.8 我想仍然在找着这个线索 我自己个人认为减息的机会 可能要去到第三季尾甚至第四季 才有机会出现的 因为联储局的政策似乎 有点逻辑上就有点矛盾 就是说很少就是贸易元 例如假设五月份是继续加了四分一来 接着到七月立刻掉头减息 我想市场上会认为 其实就会质疑回 那究竟为什么你预计要减息 但是五月份要加息 所以如果你说真的要迫到联储局 是贸易元突然之间掉头减息 一定是市场发生了一些 例如说银行危机的后遗症 或者是另一场的金融海啸 或者金融风暴 才触发到一些这样的突发事件 但是现在既然是暂时 不认为有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想都是合理一些 就推到去九月份 甚至是第四季才减息 就比较合理了 Aaron 不如我们简单讲一讲 刚才你说了 例如美国那边会再加多一次息 你觉得会加多少 还有欧洲那边看到欧洲央行又放风 说明加息的周期还未完 你觉得欧洲和美国还会加多少次息 加多少呢 我想美国那边似乎加多一次 四分一来就比较合理 应该是阶段见顶 欧洲那边似乎仍然有空间加多本利 因为通胀仍然是高 还有你看到欧洲央行的态度 比较鹰派一些 最重要其实它的加息周期 是迟起步联储局 想回去年去到大概七月份左右 它仍在负利率的时候 才开始急起直追加息 所以现在它是有空间 还有我想它重要 就是首要目标仍然是压了通胀线 我想有比较好的数据 就是暂时第一季看到 PMI的数字都是比较理想的 所以大家觉得 应该就没那么快出现衰退了 所以变成有空间可以承受到加半利 所以我想这段时间对欧元来说 趁低仍然是有一定的支持 最主要大家就是在赌注短期之内 那个美欧之间的息差 其实会是收窄 因为一方面美国就知道 越来越接近顶部了 或者加的话 都是加四分一来起 不会加到半利 但是似乎欧洲那边 就有空间再加半利 所以变成了我想对欧元来说 在大概今年的低位 1.04、80、1.05、20之间这些位置 是一个挺强的支持 所以如果有机会下回 现在是1.07的水平 如果有机会下回1.06的这些位置 其实应该是可以趁低吸纳回欧元 目标可以看远一点的话 就是看今年的高位 大概是1.10的水平 或者1.09的水平 你才考虑就是逐步分批去获利 好啊我们再分几钟时间 不如跟你谈谈油那边 因为油早都说要决定去减产 你觉得今次减产 跟欧美的银行危机有没有关系 还有油价看什么水位 之后油早还会不会做其他的动作 我想这个消息的 而且昨晚是比较意外的 所以你看到大家都是有些 在市场上今早立刻有些反应 我想一方面就担心金融危机 或者是银行危机 会导致出现衰退的机会高 因为欧洲英国或者甚至美国 其实大家都担心今年是有经济衰退的 我想对油价的原有需求 一定是比较负面一些 所以提早减产去到二三年底 我想目的就是希望将油价托高一点 就不要损害他们自己的利益 我想这一点也是合理 因为其实尤其是美国那边 如果你说有个银行危机 大家下一步想就是 银行会收紧贷款的条件 对整个经济增长一定会打出折扣 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 其实大家本身已经预计了 美国其实上年在年中 即是说是6月至11月之间 很激进地加息 应该就是今年的第二季第三季 明显都会感受到经济放缓 所以你说经济衰退如果真的出现的话 可能就由早提前减产 据回油价上去 但是似乎再上的机会 我觉得就不是很大 去到大概80元以上 似乎应该是比较借这个消息去获利多于 现在才去追买原油的价格 再薄去上升 好 油价阻力位 先看着80美元左右 今天多谢Eric这么详细的分析 《汇市焦点》看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节目时间了 我们的港股来到下午 刚刚去到两点钟之前 又再跌穿了今早前见过的低位 今天最低的跌幅 最多的时候去到173点 低位20226点 最新的跌幅又再收窄一些 跌41点 做在20359点水平 各项分类指数除了地产指数之外 都是要向下 总成交超过863亿多 之后我们再看最活跃的股份 来到下午最新造价 排头位腾讯 继续都还可以逆市靠找到 继续上升到1元 做在386.8的位置 阿里巴巴来到下午 继续保持1%国外跌幅 至于美团跌幅又再扩大 回到超过2% 跌回到140元这个整数的水平 恒生中国企业 跟着国子走都是偏远一点 跌4.2元 盈富基金跟着大市就要跌2.5元 看6至10位 第6位南方恒生科技跟着科子走的 现在最新造在4.196的水平 跌2.8元 至于中心来到下午 现在就在日中高位附近 升幅扩大到超过7% 相对20元这个整数水平 见了52周的高位 中海油跟着油价上 最新都可以升到超过2% 中移动来到下午都升多了 现在的升幅扩大到1.8% 做在64.8位置 至于百度来到下午继续要跌超过3% 其他蓝色股方面要看了 汇控情况来到下午就最新靠稳 升到2毫子 有帮反复一点 现价售回到82.6毫半 港交所偏远 至于煤气都要跌5先 请嘉宾出去一起谈 这一节有郭sir在这里 Hello 郭sir Hello Christop 看着我们今天的市场好像没什么看头 闷局 来到下午都继续是这个反复偏远格局 什么时候走出这个闷局呢 我想暂时来说要留意 因为4月初旬假期比较多 这个礼拜只有3个假月天 下个礼拜也只有4个假月天 但是已经去到月中了 所以变成了资金可能现在都是观望的比较多 但是有一点大家应该留意 直到现在这分钟为止 恒指 我不知道今天收市是不是在2万点呢 如果在2万点流上的话呢 即是说恒指由上个星期三开始呢 已经连续4天收在2万点流上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即是指数是走在10天 20、100、250天线之上 技术上、形态上呢 是有你进一步上市50天线 事实上上个星期五指数日中呢 曾经到轻轻突破50天线 不过有一点美中不足 虽然近期上个星期三 星期四、星期五 成交金额都不算特别少 但是以一个指数 矮近50天线 而成交只有1300、1400亿 是不够的 就是说只是拘间性、波幅性的上落而已 暂时我又看不到有些什么叫转角市 不过始终由3月20日的低位 18,829点开始的上升 由于指数已经是相计收复了几组平均移动市 即是理论上现在这一分钟 不需要担心的市会仕底住 但是去到第二季呢 很多不明因素仍然困扰住的 第一就是美国那边的银行的事件 会不会再有些黑天鹅的事情 突然间湧烟 大家都不知道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隱忧 也令到资金入市的态度比较保守 第二 利率仍然还是高期的 即使不会有太大幅度的上升 当你加多一次两次已经是止步 但是维持在五厘高息的时间会比较长 市场也没有了一个叫弱引 去做一些任何的炒作 个别的股份稍微做好一点点 只是一段短的时期而已 唯独是今天见到 好像一些传统蓝色 例如汇控 中移动 又稍微扶回稳 就是说在4月初旬 我暂时觉得大市只要稳守2万点留上 不需要太过担心 但是并不代表大市会是大幅度的上升 很多人就认为升博了10、20、100和250天市 那市有机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了 明显上升问题的幅度是多大呢 如果一千点八百点这些我就没有争议了 但太大的幅度暂时这一分钟真的看不到的 第一个阻力暂时来说是50天线 望高一点就是3月7号的高位21,005点 再高一点的就要看到时的成交加码到底是否配合 我总是觉得就算它稍微做好一点 都是属于有波幅没有升幅 有反弹没有大升的格局的 的确是 如果我们看回条50天线 其实基本上就是由2月中下回巡 就一直都是压着我们的港股的 中间曾经两次曾经要突破过 但是最后也都是企不找到 去到现在来说继续都还是要被这条50天线压转 如果是这样 即是在现水平这个直播空间 其实是不是不算大呢 应该不是太大的 看个图已经知道了 本来最近的高位就是1月27的22,78点 大家看图就看到了 第二个高位就是3月7号的21,05点 一直伸延下来有一条下降轨的 近日的大市的回声已经攻破了这条下降轨的 理论上市已经是摆脱了逐沉底的威胁 只不过动力那方面就不是那么足够 加上我提到 去到第二季始终仍然都有些不明的因素 在持续困扰着投资者或者资金入市的态度 所以变成了大市就算稍微有少少回勇也好 我当是只是有一个技术上的后抽而已 希望就是反弹的幅度会稍微多一点 如果能够突破50天线的话 当然理论上是一件好事来的 最低限度回到50天线我们有个憧憬 如果过得21,05点就又望高一点 但就算是这样也要看成交金額是否配合 我总是觉得成交金額暂时来说都是强差人意 就是比较薄弱一点 明白 现在大市成交都是八百多亿左右 八百七十八亿左右 简单补充一下大行对于我们真的长线一点 第二季他们投资部署现在怎样看呢 打财富管理现在就说如果是内地再有利好政策出台的话 恒指现在就预计今年是有望去到二万三这些水平 至于中信政权也看好第二季可能是全年最好表现 简单母中原我们休息回来就问一下郭水这个年星年跌榜 一字财经消息 汇控今天举行香港股东非正式会议 管理曾表示不会草率追求短期利益 而放弃为股东带来长期稳定的回报 汇丰亚太区联席行政总裁廖二健表示 上个月金融市场出现重大变化 明白投资者大众对于金融体系稳健程度的关注 事件也再次印证 银行住不能因为满足短期利益而牺牲长期利益 并且说集团的愿景价值观和策略都离不开长远的重视 维护银行多年来的信誉 但要建立一个环球网络并非很快可以完成 汇丰非常珍惜目前所拥有的 不会草率地为追求短期的利益 例如是为刺激短期股价表现 而放弃长久以来为股东带来稳定可靠的回报 间接回应香港小股东分拆亚洲业务的要求 汇丰将会在5月5日在英国举行股东大会 疫情包括由香港小股东、铝宇建等提交 包括分拆亚洲业务策略检讨和股息政策两行的决议案 另外廖仪建表示 这几个月分别度过中东、新加坡和内地多个城市 和企业、投资者、监管机构等持分者会面 除了分享香港在疫后的最新情况 还介绍本港如何联系全球机遇 希望寻找投资机会 母线电视吴杰晶报道 调查显示 我们中小企制造业活动表现 由8个月的高位回落 反映中小企制造业活动情况的 财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3月回落到50 差过市场预期的51.7 负责调查的机构表示 3月生产增速放缓 令指数回落 但供应年持续改善 有助降低成本压力 令企业投入成本持平 产出增长轻微 新订单亦是温和增长 受访的企业表示 对业务前景乐观 但疫情后境经济活动增加 企业为保持竞争力 平均售价来为下降 吉利汽车公布 旗下高端智能电动车极黑 3月交付量超过6660架 按年增长2.7倍 按月上升2.2倍 極黑是吉利汽车的 非全资附属公司 主要研发及销售 極黑品牌电动车 新能源车电池等业务 财经消息到这里 多谢收看 下期节目时间 回来看看港股表现 最新继续是一个偏远格局 跌下47点 还在20352点 各项分类指数继续普遍都要向下 总成交901亿多 继续找郭sir 和我们跟随年升年跌榜 郭sir你好 你好 看着我们的大市 闷闷的 我们看看有没有强势股 可以追过 整版来计算 有些内需消费股多 包括两只家电股 第一只和最后那只 海信家电和TCL电子 分别是连升8日和4日 累积升幅 介乎6%至12% 留意海信家电上星期 也公布了业绩 去年纯利可以增长到近五成 派息比率增加到五成 另外数下去 第二位有些染媒奥大利亚 煤炭股 六日之间累积升幅到接近一成 股价建了三个星期的高位 另外还有腾讯也都上榜 五日之间累积升幅到超过6% 留意海北水是连续20日正买入 之后还有些赌股 永利澳门也都强 兼且也都连升到五日 留意行业片当中 看到三月博彩收入 见了三年来最多 好过市场预期 之后两只车股比亚迪 蔚来齐齐都连升到五日 他们也公布了一些交付量数字 当中比亚迪继续都是同业当中的 销量冠军 三月就卖出超过20万架车 按月都可以升到超过7% 按年来计增长去到九成七 不过未来来说按月的交付量 就要跌1成4 之后还有中芯 来到下午现在就强势一点 20元整数大关已经上去 52周高位 4日之间累积升幅去到矮达百分之八 郭尚有没有哪一只可以选择 这个板有几只 腾讯 比亚迪和中芯 腾讯刚才提到北水不断去增持 加上公司也有个回购 只是两天前已经回购了90万股 涉及资金3亿5千万 势头偏强 这个是大家都看到的 不过你说用来做短炒 在现在这个价钱买 我担心的直播空间就不是那么大 你反而拿着手货 让它试回400元的心态就比较好些 事实上早前一个反弹曾经见过416元 之后市亦都转转反复 唯独是腾讯的股价表现自从业的公布之后 一直都是强于大市 对大市来说有一个正面的效益 因为恒指成分占百分之八 现在这个价钱只能够说 有货在手的就暂时先拿着 因为去到388、389这儿 有少少是拉锯或者整固 但大家都期待 看什么时候能不能够突破400元再上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 对大市一定有一个正面的效益 至于去到现在这一分钟再做短炒 就有点难度了 因为整个月的低位是330元 去到现在已经升了15% 就是说我现在买下去 我望400元的 那万一不对板跌穿375元 你是不是需要订低指巢位呢 因为你拨上去十多元 你下回来你当然要做风险管理的 但拿着那些就可以暂时先摆一摆 不过自己都摆下指责位就比较好些 如果有限在低位买那些 我想375元应该摆下指责位 不跌穿的继续向上望400元 看看行不行 如果跌穿了就赚了它算了 还有这几天它升都是一个阴烛的这样升 今天连续四支阴烛都是升的 但是似乎个势开始减慢了一些 去到今天来算就相对上 如果是算ATM三隻 那它仍然是今天来说都硬正的 都还可以保持1个2的升幅 现在最新的 另外我知你选择比亚迪和中芯 那些怎样备处呢 比亚迪最低的基本面 去年增长的幅度是400% 四倍多 相当明显的 況且现在看上去的估值 只是35倍的市盈率而已 今年估计都可以维持到一个销量 其实一众的新能源汽车股 如果真的要卖的都是独除比亚迪 有自己的芯片 也有自己的刀片电池 況且它的销程一直以来 都是首席谋意的 只不过有一些缺点 就是每一首席是500% 对很多一些小的省户来说 它可能全部的资金 都是得了十多万 一买下去 它就不知道转不转到新了 所以有些都是难下手 況且比亚迪仍然有个隱憂 就是股神巴菲塔 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减持 所以令到股价就算升起来 不得爽 最好的买入价不用说 不要一个月的低位 190元 挨近200元 哪买下去 感觉上就比较好些 你去到现在230多 再追下去 245还是225 真是两难的 如果真的有货 放得指贊向上望 当然是没问题 如果没有货 我觉得追不追 都是两看的 对一些省户来说 寧愿观望就算了 等低级的机会 这个价格买下去 万一跌10元 8元的话 走又不是 不走又不是 真的有些难度 好 还有顺着股价 这两天 都去到250天线之前 行人止步 去到今天最新来说 都还可以却到1% 国外升幅 郭Sir 这两只都是中线少少部署 中心有没有得 中心的话 有没有得短抄些 还是同样中线去做 中心的范围可以细续买下 因为这一手500 成本轻 还有最重要 看看基本面 去年盈利增长13% 有121亿 当你每股有一个半左右 现在升值的市盈率 都是只有11、12倍 估值是不算贵的 不过当然知道 暂时没有色牌 其实最大的卖点就是 大家记得了 去回A的时间 股价曾经推入上四十多元 我觉得好像四十四元在坐 然后一直跌跌跌跌跌跌跌 到现在这一分钟 是 上回20元是很开心的 对很多砂户来说 但如果大家真的记得的话 它大部份时间 一直都在十六、十七、十八元 在整顾 股价一跌不跌 股价还不跌 股价又不跌 直至近日 才开始有一点点回容 有货的当然是摆着它 不用管它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國家的科技走得很前 但是自己的芯片落後於自己的科技 起碼兩代 所以國家一路都會有靜責 繼續扶持這個板塊 如果有足夠的持貨能耐的話 我覺得中芯是可以一路拿下去的 不過最重要是足夠的持貨能耐才行 能力就個個有了 能耐就未必個個有了 再說多次 500一手 就算你買500 或者買1000 入場做一個中線的補助 其實耗用的資金都不是太大的 三隻當中似乎在這方面說 中芯就比較可取了 今天整版的晶片股 就是來到下午突然強勢 跟著A股升的普遍就 中芯 今天最高就是去到20.8 這個52周的位 20.8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去年2月16號 當時也是 曾經去到這個位 之後就是經歷過整段一年的時間 就在16、17元這些水平徘徊 如果現在這樣看 去到現在我們拼了RSI去看動力指標 其實今天因為股價就破頂了 但是RSI其實不算破很多 不算強很多 短期的動力現在會不會怕差這麼一點呢 差這麼一點 大市本身也沒有太大的動力 所以有些短炒的就真是難下手 上天收市還是18.6 而已 來到現在一直持續不升 股票突然升了10%又多 才可以再買下去 當然是怕它反复回讀 所以對一些散戶來說 就要考慮一件事 第一就是說你買都不要多買 五百 一千千 五兩千自己決定 如果純粹是短炒的 問問自己看多少 看歷史上的走勢 再向上看的話 可能是22元左右的水平 就是說還有一個多文錢 中短線的上網空間 萬一他真是一個不小心跌穿20元 這個是警號來的 即是那個上升的力可能有少少放慢了 那一刻如果十九個半 覺得不是那麼抓貨 不是那麼舒服的 那這一塊短炒的就給它算了 但是最好就是中線少少的持有 但是中線真的要有足夠的持貨能耐 我們買一買的基本因素 就是業績和估值 以一隻中芯的身邊的估值來說 其實以十一倍性來 估值一點都不貴的 給點時間去 最好就是中線少少部署 好 看中線去做 如果現在看經濟通報價 市值盈率就11.3倍左右 比起同業 華紅半導體13.4倍 就略為是低少少的 華紅半導體去到下午 也都升到上來 最新升幅去到半成左右 也都是建了52週高位 我們都簡單看連跌榜 有沒有哪些低殘些罵得過 連跌榜當中 大部分就和醫藥相關股有關 包括開拓藥劫 連跌九天的累積跌幅去到 挨近兩成四 見了上市低位 上個星期都公佈了業績 虧損顯著擴大 去到要蝕接近10億人民幣 另外還有最尾那隻 就是康熙諾新冠概念股 五日之間累積跌幅去到一成二 市傳公司就說停產新冠疫苗180日 醫藥股當中還有泰價醫藥 股價見了五個月的低位 五日之間累積跌幅去到接近一成半 另外還有醫療的SARS股 醫道科技 還有互聯網平台股 叮當健康 分別連跌日數都去到五日和六日了 還有中間那些中國外運 時代電器和健韜集團都上榜 郭Sir我知道你沒什麼心水 唯有下次再請教 時間有限 謝謝郭Sir分析 休息一會 港股客就跌多了 一度跌超過170點 在跌市之下 和大家看看升得多的異動股 醒醒神 先看看52週高的股份 包括有些石油股 由早宣佈在5月份 至今年年底會自願減產110萬桶 有石油石化股都有支持 當中留意中石油 中石油正在升超過百分之一 至於中心國際 現在還在升至超過百分之九 留意消息上 前面見到內地那邊審查美國晶片製造商 美光 國金證券認為將會利好國產的晶片 中心的H股曾經升超過一成 至於A股都升到接近百分之九 創了兩年以來的高位 留意金山雲 去年的虧損有所擴大 不過今天股價來講 曾經都升到兩成四 現在還保持升勢 升超過兩成一 還有一些零售或內稅相關股份都有上榜 內稅的茶升超過百分之一 新秀例升超過百分之二 和大家看看一些異動股 包括逆居企業 今天來講曾經升到七成一 見了一個月的高位 消息層面上公司宣佈 和阿里巴巴簽署債務重組的支持協議 現在來講還保持升勢 升超過六成八 其餘股份都升一成半以上 我們先看最多 好 回來就是智庫三亡零時間 來到下午快三點鐘 Michael 好像見到市況 不是很有方向 下午雖然跌多了 八幾點跌幅 但是來到現在矮近三點鐘 都是跌六十九點左右 分項指數都是地產小額 其他都是跌的 總成交九百四十七億多 其實不知道算不算是 某程度上的方向反映的是 今個星期 其實計算只有三個交易日 因為有兩天公眾假期 我們講故要休市 是不是大家似乎不是太戀戰 在這個股票市場 有一個放假心態觀望 我想都是官正情況 但是上個星期我想打溫的基礎 尤其是後來的兩天來講 都能夠衝上去二萬點 留上我們覺得期運 所以你說這個星期就算 預算成交比較淡薄一些 以及關鍵的情況 只要某程度都 在五十天線 跟十天線之間 這些穿梭徘徊 我覺得都算合理 預算每次 現在的指數一試 新的位置都會扭下計 這次不可以扭下計 但是你見今天來講 其實又如何這樣說 也有些板塊來講 是能夠接力 以及RSI 例如以十四天為例 仍然站在五十四 所以我覺得 沒有特別跌 亦以一天來 為四月的市況論輸贏 雖然大陸第二季 都不一定資金休息 未必立即發力去賣東西 所以我想這可不妨再看看 當然今天來講 看看什麼板塊能夠接力 可否成為第二季 能夠推動資金向上的伸勢力 最重要是除了成交的數據 數據方面 真的加強資金投入 去中港股市 其實這一兩天 可能當時是扭下計 大家都扭下計 但是整體來說 仍然是提升的 是的 我覺得是有機會再繼續 休息之後 可以有條件反覆向上 好 希望真的可以正如你剛才所說 看著技術指標 好像RSI 繼續在強方 就是這個動能指標 反而市況仍然是一個動力 似乎是有機會推升上去 希望真的可以繼續 跟著這些技術指標向上 當然要和你跟著一些焦點股份 因為不理不理 今天可能大家覺得 很疑惑 為什麼會跌這麼多 如果這麼多科技股來說 它自己特別多 就因為它有一宗消息 說那些博主 會搞一個停止更新潮 其實版面上 寫了一些簡體者 其實是來自微博的一些截圖 我剛才在尋找一下 現在在微博上熱滿搜尋 最熱滿搜尋的字額有什麼 有幾條都是跟Bilibili 即是內地喜歡叫做B站 有關的 有些是說要停止更新 不再更新 在B站上面 另外有些是直播主 或者負責放這些片上去 那些叫網紅 所以第一句是說 就是內地用字 就是放片上網的網紅 數了B站有七大問題 其實裡面有什麼問題呢 綜合回內地媒體報道 就說他們嫌他們的分紅計劃 分到的錢太少 比起以前越來越少 甚至有個別的網紅 而現在Bilibili分給他們的分紅收入 少了一半那麼多 所以現在就要隔離一個停止更新的行動 有些好像在杯葛Bilibili 今天說真的 股價真的似乎應勝 跌了半成左右 現在還在跌半成 落到179.5 確實跌幅顯著多過其他新經濟股份 即是多過阿里亞 多過美團等等 說真的對於剛才那宗消息 你會怎樣去解讀呢 因為剛才又看回內地媒體報道 就說其實這些停止更新潮 都是個別的用戶 他們搞活動而已 不是真的那麼直接影響到的 不知道你怎樣評價 我想市場擔心 現在這方面 因為剛剛預支都公佈了 繼續向前安期 有些都沒有他們業務的發展 但都很擔心很多反過來 反而不是而政策方面 正如你所說 參與的程度對流量影響 這才是最重要的 另一方面仍然在達仗 現在政策沒有特別規限 變成在這方面 會否要再花錢 最重要是這些很多公司 還處於未來朝向 扭規圍形 或者現在才慢慢朝著這方面出發 所以大家都關心 正向地這些業務發展 推動會如何 所以都會敏感 但你說是否慰言成風 或是這方面繼續持續 是否這班是這樣的情況 這班的朋友 會否有新的配合幫手 在這方面 可能是不受限制 或者有新推動的情況出現 我又覺得其實不排除 又不用太過放得太大 OK 但你說這個就不需要放太大 但有一點 如果現在要在細數 想想想都未必真的 想像中影響那麼小 第一點當然 你的影片內容少了 你的網站內容少了 流量當然會減少 帶來的連帶關係 暫時可能這一刻未看到 這個要再日後發酵 但最直接就是在說開支的問題 因為這個就是分紅 即是他們那些博主的網紅 要在Bilibili這個平台 分紅的一個計劃 其實原來看回他們去年全年的業績 只是分給這些博主的花紅 分紅其實已經是91億人民幣 但你想想其實Bilibili去年全年的業績 都在重視70多億 你想想花紅 即是分紅其實是91億 是一個很大的數 如果內地媒體都說 即是他們的分析 如果要安慰到他們的話 就真的可能要再花大多些錢 其實這件事很不利 但又反過來 是不是這個模式 一個整行都已經變成一個標準 還是某個程度 其實只不過現在這一群 真的在創意上或流量上高 你要某個程度最後 要配合他們去再不要太妥協 要互相推動 所以這個變成 我想這也是要再看回 可能還有Bilibili之餘 例如其他同類型 現在很依賴這方面的企業 在這方面升級的企業 是否面對同樣的情況 例如以往 例如我們另外一個行業分析 接近美銓 現在那些車手一定要買保險 或者可能有一些成本 這些是甩不了的 但問題是 如果純粹現在幫忙的情況 有否改善可以再拭目以待 再看看市場發酵如何處理 另外一隻快手現在在跌 中芯國際現在二動升8% 下節回來找你再和你詳細談談 為何突然升級 好